大家好,我是黛黛 今天我们来做斑南椰浆千层糕 这道甜品最主要用料斑南叶 又称为香南叶 是一种热带植物 带有独特的香甜味道 在东南亚料理和甜品中不可化缺的存在 这是今天我们会用到的全部材料 首先我们来处理一下斑南叶 先将两片的斑南叶打结 放一旁待用 这是用来煮椰浆用的斑南叶 然后再将五片的斑南叶减碎 减碎后的斑南叶大约是10克 我们放一旁待用 然后将木薯粉和粘米粉倒入大碗中 再加入150克的椰浆混合均匀 放一旁待用 我们在锅中倒入300克的椰浆 然后再加入150克的糖和四分之一茶匙的盐 还有斑南叶 还有斑南叶 我们用小火将椰浆煮滚 在煮的过程中我们需要不停的搅拌 以免椰浆烧 以免椰浆烧 这是制作这个甜品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 这样做才不会粉水分离 蒸的糕点容易成功 然后我们将粉浆平均分成两份 每份大约是340克左右 在其中一份我们放入已减碎的斑南叶 用搅拌机打碎 打碎后我们将其过滤 得到我们的减碎 我们需要的斑南味粉浆 还有一份原味的粉浆 现在模具上均匀的抹上一层油 再来煮一锅热水 将以抹油的模具放入蒸锅中蒸2分钟 时间到我们开始蒸高 先将斑南粉浆倒入 这里我用的是三分之一杯的分量 这个分量总共可以蒸八成 你也可以根据你使用模具的大小 自行调节每一层的容量 一层一层分次倒入 每倒入一层必须蒸4分钟 再倒入下一层 重复将粉浆倒入蒸完 再将加入一层的颜色 最后一层要蒸十分钟 蒸好后取出 再室温放凉 刚取出的斑南椰子千层高很软 需要放凉后才可以脱模和切块 感谢观看 蒸好的斑南椰子千层高 椰香扑鼻 口感软糯Q弹 可以一层一层的湿着吃 很有乐趣 小朋友可是爱不洗手 大家也来试试做吧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见